旁邊那邊也看一下喔 雙手筆葉裝成兔子拍照 台北市長蔣萬安下班時間 沒急著回家 而是到東區視察燈會 看見七彩繽紛的座椅 還跟創作者一起坐下來體驗 專行廷藝術家蔣姐 也不忘跟小朋友親切互動 江湾這次走訪台灣燈會 位在東區的光展區 這次共邀請十一組 國內外優秀藝術家創作 四十三件作品 從中校東路四段到父親南路 跟敦畫南路都看得到 各式光主題的作品 在東區大街小巷之中 台灣燈會睽違二十三年 重返台北 開幕至今吸引了七百萬人次朝聖 北傑表示會使人潮 繼續啟動過戰不停的措施 台灣燈會帶來不少人潮 不如就民眾擔心 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讓台北的主要道路 變得更擁澀 直擊週一的中校東路 人潮與車潮跟平常下班時間 沒太大差異 可能是因為平日 燈會人潮不比假日 但燈會進入到最後一週 交通問題將繼續考驗蔣市府的應變能力 環宇新聞 宋局李靖強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